我是申士玉,这里是明著笑谈 转发这个郭湘,一辈子没有杨过 转发这个林朝英,一辈子没有王重阳 前段时间大行其道的神雕梗,真是残忍 但小括号,我真有报效 杨过估计大家都跟我一样,十有八九没躲过 我们今天且说说林朝英一辈子得不到的王重阳 王重阳和林朝英均是我学奇才 少年时期,武功就能入围武林前十 品貌又看看匹配 一个英俊潇洒飘逸绝伦 一个西式俊美,风姿燕然 怎么看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只因王重阳有点难引之隐 虽则跟林朝英兄妹相称 对其异后情深,肯花七年时间 凿破北极的百丈尖兵 给他挖了寒玉床 却不肯捅破两人感情的窗户纸 林朝英一代英词,也不矫情作作 只追他追到古墓 王重阳依旧牛手牛脚,退位抗拒 使得林朝英这位绝代佳人 一生郁郁,晴天长恨 林朝英对王重阳的爱意究竟有多深 竟用把他层层包裹 秘密缝在神教侠里全书的各处细节 一旦读者把这些细节层层拆解 就会发现自己简直像在剥洋葱 不知不觉便鼻头发酸迷了眼睛 而这王重阳简直就像洋葱一样没有心 一,偷是嫁衣 当年王重阳抗金失败,旧部凋零 心灰一览之下,规矩古墓 林朝英在古墓外大骂七天七夜 击他出门,又设下奇谋 比赛用手指刻字 逼他一旦比赛失败 就要么出家为僧为道 要么将这古墓让给他住 并终生听他吩咐,即取他为妻 林朝英巧用画石丹,赢了比赛 谁知王重阳装吃乔呆 不过林朝英话中暗含之意 直接把古墓让了林朝英,原地出家 多年之后 重伤的小龙女和杨过在古墓成亲 小龙女让杨过去祖室婆婆房中 拿出一口苗尖的大红箱子 原来当年林朝英跟王重阳赌赛之时 已带来自己的嫁妆 红断衣裙,香猪凤冠,金袖狭配 看着这时隔数十年 依旧灿烂如新的新娘行透 杨过不禁为林朝英难过 心想,祖室婆婆几句古墓之中 想来曾不止一次地试穿嫁衣 爱我,不爱我 难道这一切只是我自作多情 林朝英一遍面试着嫁衣 一遍面守着自己跟王重阳的种种 一遍面怀疑,自信又怀疑 空有美人如玉,奈何狼心似铁 这种自我折磨便如兮兮扶丝推石头 是无期徒刑 自我折磨有多无止尽 对王重阳的爱意就有多无止尽 方林似时便香消玉允 于幽居古墓,痛苦终生的林朝英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二,悬挂画像 再次让我领略林朝英深情的 是古墓派悬挂的王重阳画像 杨过入门拜师时 小龙女先让杨过朝祖师婆婆林朝英的画像磕头 又让她朝王重阳的背影画像吐唾沫 杨过大感惊异 问小龙女 咱们祖师婆婆好恨王重阳吗 小龙女道 不错 被全真败类,欺误到无法存生的杨过 恨无其无道 我也恨她 干嘛不把她的画像毁了 却留在这里 小龙女只道不知 看几次 我又不得不叹金雍真乃言情大师 这几个字便是百转柔长 杨过知道恨谁就该毁了谁的一切 却不知此恨彼恨 一天一扰 她的恨是被全真教欺负了的怒 林朝英的恨却是被王重阳辜负了的怨 怒就简单撕毁她的画像 怨就嘴上说唾弃 却把画像已挂几十年 口里说要打她一顿 心里却只想揉她入怀 一些恨是恨 一些恨是煮了黄连又戴了面具的爱 摘下面具 碾一抹入口 才知这情是有多苦 这爱是有多深 三 古墓誓言 被辜负一生 世人竟然为林朝英恨透了男人 变得心里扭曲 英智乖丽 仇视人间情爱 她的确在伤心之余 立下门规 不许臭男子踏入古墓一步 又留下遗讯 凡是得她一波真传之人 须立下重视 一生不下钟南山 林墓愁 就是因为拒绝发誓 这才失去继承古墓派一波的机会 凡让小龙女得了真传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我们才知古墓派誓言的后半部分 李墓愁会长向小龙女门面 就要痛下杀手 杨国闪声而上 挡住小龙女 大喊 要杀她先杀我 李墓愁见指杨国咽喉 恶狠狠地说 你这般护她 就是为她死了也心肝 是不是 杨国狼声道 正是 李墓愁欺然长叹 师妹 你的誓言破了 原来林朝英让门人发的事 还有后半段 那就是但凡一个男子 在不知情情况下 心甘情愿为她的门人而死 那门人跟这男子下山 一生也不枉了 不三不四的感情 便如杂草 尽可让野火烧尽 刻骨铭心的情爱 则如星月 再伤心的人 也要举礼赞 林朝英给人间至情至爱的 不是诅咒 而是如金子般的祝福 他让门人发的事 就像他对王崇洋的缠绵爱恨 永远藏有后门 永远盼人推门而入 四 双剑合璧的秘密 最让我领略 林朝英对王崇洋爱意之深的 却还是双剑合璧的秘密 林朝英移旧古墓后 忧愤难解 仔细钻研王崇洋的武功 给王崇洋每一招厉害的全数掌法 都拟据了巧妙破法 并整合成一整套武功 那便是玉女心惊 前真派武功虽惊 但祖师婆婆既留下克制之法 自然尚有胜于她的本事 这叫做一山还有一山高 作为古墓门人 杨过得意洋洋 林朝英病逝后 王崇洋潜入古墓平调佳人 一番痛哭之后 却见古墓石壁上索克武功 精微奥妙 每一招都是全真武功的克星 王崇洋再也忘记伤心 目眩神谣 后来杨过和小龙女双修玉女心惊 只知最后一章 该一人使玉女剑法 一人使全真剑法 却无论怎么拆解对打 也练不好 直到两人为救黄龙母女 当机对抗金轮法王 杨过欲闲之际 小龙女先要为百 使出最后一章的武功相救 杨过突然扶植心灵 原来这玉女心惊最后一章 并非是要全真剑法 玉女剑法 互刺互击 而是要二人互相应援 并肩遇敌 若是二人关心情窃 不顾自身安危 使出自己的剑法 先救情侣 那双剑合璧 就会炸裂出几何级别增长的威力 被王崇洋辜负后 林朝英心怀怨愿 一心想压倒王崇洋 以泄己恨 可是恨又如何真恨得 玉女心惊写到最后一章 林朝英还是无法抑制 满心幻想有朝一日 还能与意中人浪迹天涯 并肩遇敌 花前月下 青银小拙 抚琴暗销 扫雪烹茶 这是玉女心惊 最后一章的赵世明 也是林朝英 幻想跟王崇洋同坐的赏心运事 这哪里是什么压制全真的玉女心惊 这明明就是一本玉女心事 朝朝世事 都凝结着林朝英的灵秀智慧 和万般相思 一生不能与你在一起 那我便活在和你在一起的幻想里 最像陆文仪频道 此外不堪行 然而目睹玉女心惊后 王崇洋却是气窍生烟 立刻截如深山 三年不出门 终于在遍览九阴真惊后 一一找出破解法门 并在林朝英 刘耿门人的棺材板里 留下中二细细的十六个字 玉女心惊 记压全真 崇洋一生不弱于人 崇洋一生不弱于人 王崇洋你到底有没有心 崇洋宫大战后 杨过携着孙不二 便在崇洋宫大殿 跟小龙女拜堂成亲 而那殿上挂的王崇洋画像 正是林朝英的手臂 杨过道 王祖师和祖师婆婆英雄豪杰 胜过你我百倍 可是他们便不敢成亲 两位祖师拳下若是有之 未必便说咱们的不是 祖师婆婆怎会说你们不是 祖师婆婆含笑九泉 说你们干得漂亮 杨过这个全真叛徒 和小龙女这个古墨逆徒 终于圆了他的梦 圆了他一意中人 只知争强好胜 不知怜香惜玉 再没机会实现的梦 李莫愁对小龙女说 师妹 你当真有福气 这何尝不是林朝英 想的小龙女说的话 只是李莫愁说的酸溜溜 林朝英却真会轻性徒孙 抚远身后 神雕侠侣 本不该只是杨过和小龙女 还应该是王崇洋和林朝英 只可惜王崇洋只知 孰强孰弱 生怕破了传阳之体 武功便殉了一筹 让林朝英一辈子团真 爱情是一场赌博 压大压小 出千使诈 全都没用 对方让你赢 你就赢家通吃 对方让你输 你便必输无疑 感谢大家观看公众 和三头B 我们下期见